親民黨副總統候選人林瑞雄 今天是到臺北民生西路市場敗票 不過他依然展現了大胃王的功力 總共吃了四種水果 四種鹹食 讓他吃得很開心 不過聽到有人不知道他是誰 他倒是不在乎的說 我在中國和美國都很有名 走進臺北民生西路市場敗票 林瑞雄除了跟民眾寒暄 嘴巴完全停不了 最愛的水果送上門 林瑞雄胃口大開 吃 吃 吃個不停 從蘋果 蓮霧 番茄吃到橘子 還沒完 蓮兒湯 蝦蝦 饅頭 還有兒時最愛的豆花湯 統統下肚 這下總算吃飽了 林瑞雄笑開懷 更開心的是遇到熱情支持者 你自己賭到我這裡 你帶這裡而已 我自己賭到我 你自己賭到我 要來找你 林瑞雄旋風是敗票 但還是有人不知道他哪位 我不會去吃 會不會擔心有人叫不出你的名字啊 我旁邊 我在台灣也有錢的 林瑞雄 林瑞雄 應該出名 台灣出名 台灣出名 在美國都在台灣也有 不在乎神望不夠高 林瑞雄說走進人群就是要來學習 從小學校來 我還對我自我挑戰 我還想要把他百里活 七十歲對我來講 剛剛好像 剛剛活下來十歲 二十歲還不到 我還在自我挑戰 但政治新手還是免不了精銳的實施問題 你心裡有愧的小姐 Defense 就是說防疫 這就代表 你心中沒有那麼正 我一個人吃的人 我不會說 我吃的人說 工人面對嘛 無數是必要條件 我們馬英雄 馬英雄說 哇 我親人 親人說 親人所有電力都應該必要條件 才有單三訴訟 我覺得 哎呀 靠 台灣電力有得很難 比喬條件 他在頂著 頂著 我很輕人 一般人說 真的代表台灣人 對付 他不難 十幾年來 充滿 充滿 大方是以為 有一個新年就 刻意 不算 比喬條件 有得難 不多做時事評論 低調學習 林瑞雄用自己的方式 爭取民眾支持 民視新聞 上週洪西宇 泰報道